2010年8月23日 在菲律賓的馬尼拉 一個被隔職的警察門多薩 上了一輛香港旅行團的旅遊巴士 挾持車上的香港遊客做人質 門多薩認為 警察當局沒有理由將他隔職 要求給他復職 期間他釋放了幾個人質 政府也派人員與他談判 但也沒有結果 而警方也沒有採取行動營救人質 到了晚上 門多薩開始槍殺人質 警方才採取行動 被挾持的人質當中 有8個被殺 包括領隊謝廷進和團員 門多薩其後也被槍殺 事件持續超過10小時 已流血收場